首先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看航班起起落落 见过客匆匆往往 是我工作的日常 生活多了一 又像一个普通女孩 喜欢吃辣 喜欢甜品 喜欢美食 在舌尖上跳动的感觉 喜欢运动 喜欢挥洒汗水 也享受一个人 在阳光下兴起 我是张萌萌 期待出现在你的世界里 萌萌狼角提问 很好奇你的职业是 私人飞机客户代表 听说你们一家人 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 对这样的状态 你的想法是 比较期盼一家人团圆的时候 最容易被男生 所吸引的点是 嘴唇好看的 削起来好看的 恭喜萌萌顺利过关 欢迎萌萌来到 我们的完美现场 非常完美 由养精友方天然健康的 ABC汉方成年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叫张萌萌 来自哈尔滨 目前在北京生活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 希望找到一个灵魂契合者 谢谢 我觉得你今天整个感觉 都非常的朴素 就是跟很多女嘉宾 会盛装来到这里的状态 会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可能大家也对你的 刚刚说职业 有点兴趣 你的职业是 是私人飞机客户代表 主要是负责 接待一些私人飞机的客户 上飞机之前 地面上的一些工作 今天带来的是 才艺还是互动 呃才艺嗯 绝世舞 绝世舞 啊 OK 啊要去换衣服是吧 那那你先去 我们等待一下哈 好换一下装 选择之前穿的那样的 比较轻便的感觉 就是为了要 你之前是有就是舞蹈基础吗 有舞蹈基础 平时休息的时候会去学舞 会去学舞 你去在想你是学了爵士舞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你今天的心动 和不心动是谁 射击两步 滑动选择一下 你的不心动是 不心动 看 15号 你在14号和15号之间 游戏的时候呢 对 我看到14号其实有一点点小慌 因为原来其实14号 基本上是不心动的热门人选 但为什么选到了15号呢 不喜欢他的那个眼镜 对 对 对 那眼镜就完了 哎 哥哥你真的透露很深哎 今天你特点 所以你是 那算了 不往伤口上撒盐了 我们都会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关键词 一家四口 一顿晚饭 一个人 一句话 哇天哪 一号 关键词好像还没出来 他就举手了 你要问问他 一号吧 一号 那你叫什么一号 我想了解一下一家四口 就是我来北京有五年 也是我一个人生活 工作附近住的房子 就是只有我 还有我的父母 还有我俩的狗狗 可以就是进来 然后因为家对我来说 就是比较隐私的地方 然后我的朋友什么的 我都没有让他们进来过 这几年都是一个人 所以就是希望 休息的时候有一片隐私的空间 有的时候 就是挺放松的 不想让朋友看到 就是那一面 我想知道这个影响网放 就是我坚决是不吃外卖的人 就是因为 就不健康 所以就是坚决就不会吃外卖 那个将来你和你男朋友 不是你男朋友 就是特别喜欢点外卖 你会跟他一块吃吗 可以两个人一起坐坐吗 女嘉宾会做饭吗 好吃吗 就是简单的一点点的 但是我还希望我的男朋友会做饭 我觉得我会做饭 真的吗 挺好 我偶尔也做 但是我 不会天天去做饭的 因为我比较害怕洗碗 我觉得洗碗是最麻烦的事情 定闹钟呗 不是定闹钟 我说洗碗 就是我做完饭以后 我自己吃了 我不愿意 洗碗是吗 我听个洗碗 洗碗 比如说咱俩我做饭你洗碗 OK吗 OK 就是你嘉宾 我觉得你的工作环境 还有你的性格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 追求者特别多的烦恼 没有 就因为我感觉你身边追求者应该特别多吧 应该也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都不喜欢 那你最看重男生的三点是什么 选择男朋友的话 很难诚实地回答 长得帅肯定要有 嘴巴好看 阳光开朗 善良 好多人符合这个条件 我觉得 留下悬念 只是感觉你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一个人 对吧 就真的走到 一个人又回头独惯了 对啊 各位 做出你们的决定 完美告白 为而来 请选择 非常完美 由咸哥小小翠 特约赞助播出 咸哥小小翠 又小又翠 非常完美 由高端香氛喜欢品牌 阿道夫赞助播出 爱的味道 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十一号绿白 我背着女生信是在她跳舞的时候 就我第一次告白就 比较紧张 因为就是我 我跟你讲 我也是学空城专业的 虽然我现在没有做这个 然后我就 就主业是在互联网公司上班 是做产品经理 然后副业是写书 可能我和你不一样点的一句 我会经常约朋友 在家里聚一聚 可能一块吃个火锅啊 什么之类的 就我 就我 我看到你以后 因为我平时是 特别能 特别能说的一个人 但是我 就 就上来以后 就忽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语言没有逻辑了 理解 我也是 对 就 我也很难 说清楚 这什么情况嘛 我觉得我现在刚才讲的 就是一塌糊涂嘛 就是 我听懂了 所以我就 就从你一上来 就是 就我就觉得 还是挺 挺有感觉 所以我一直在问你 很多问题 对 然后我 我 我 我从小到 现在 我几乎没 没跟别人告白过 所以我 应该是今天是第一次 就是特别正式的去 跟你去讲这个东西 我在北京嘛 我 我虽然来的 没那么久 对 然后现在的话 就通过自己 很努力嘛 我是觉得是 可以给 另外一半 一个 相对 好的物质环境 两人在一块嘛 开心 最重要的 对不对 我 明白 对 然后就 所以 就是 你也是我来 这个舞台 差不多我录了 有八九七吧 就是觉得 还很 很OK的女生 我觉得 你也挺开朗 也挺阳光的 也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也挺理解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 注重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 我觉得 还是 就是 我要选一个 我自己最 喜欢的那个 好的 对 然后谢谢你的告白 好 谢谢 谢谢 特别的感谢她 然后希望 她能找到一个 更适合她的女生 谢谢 我找 我想找 太刚刚点了 我觉得就是 是有一段 美好的回忆 谢谢 吕白 第一次告白 接下来 要帮你先做准备吗 嗯 有准备 然后想 嗯 布置一下 现在我想请我的心动 男生上台 嗯 13号 李孟然 请你上来可以吗 当女生接下来 新的男生是我的后 其实我很丁雅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女生的新的男嘉宾 会是我 是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嗯 为什么 这是鸟巢 你想想 我 我不是鸟蛋呢 我想 但你不是小皮蛋吗 嗯 我 就 你给我一种特别 特别很遥远的一种感觉 哦 是吗 嗯 就是我 我今天带了一些 我自己家里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 嗯 因为它不是一个巢嘛 然后我想还原一下 我家里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当时已经感觉到了 因为那个鸟巢嘛 它想和我一起 呃 建一个我们共同的家 我觉得这个女生还是挺有心的 嗯 挺 可爱 很可爱 可以进去吗 我 我们进去吗 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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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和李孟然准备搬家具的时候 编导友说 可以 叫人帮我们搬 但是 我还是希望 能和李孟然一起搬 因为 这个是属于 我们两个的小家 来 那你帮我拿这个轻的 好 OK 嗯 我要把它搬进鸟巢里吗 对 为什么要布置这个场景 是因为 那个鸟巢是李孟然的家 然后后面一些家具 是我自己的家 然后我们把我的家具 搬到了它的鸟巢里 希望就是合二为一 然后属于我们两个人 彼此的二人世界 嗯 就现在大概还原了一下 我现在 住的 嗯 一个状态 因为 嗯 就是离工作单位比较近 嗯 然后就是在那个附近 嗯 租了个房子 稍等我一下 嗯 就是是我家的一个状态 然后现在 邀请你 可以进来 坐坐 好 当女生说 我们拿着果盘 进去坐坐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面 还是挺激动的 因为呃 女嘉宾谈论过 她没有 从来没有带一个呃 朋友或者是异性 去过她的家里 而我很荣幸的 成为了第一个 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嗯 我先说一下 因为呃 其实就是你是我 比较喜欢的类型 哦 刚开始知道你也是在网上 知道的 我觉得你也是嗯 工作能力 有工作能力 然后开朗 然后也挺孝顺的 嗯 这几点都比较吸引我 嗯 我也就是比较喜欢 这种性格的男生 我以为你会为我 为我转身 哈哈 我本来想多 给你了解一些 你的事情 然后 因为你给我一种感觉 特别的遥远 嗯 嗯 就是你说比较遥远 有可能就是一个人 就是习惯了 就四五年都是这样一个人的状态 呃 外人看我确实会有距离感 因为我给人的感觉就是 没有很亲切 有可能是因为心里有一点原因 而且 嗯 平时就是和父母也不经常在一起 呃 所以我特别希望 就能有一个家的感觉 希望一家人都能团圆在一块 就 就 其实就是因为这点 打有点打动我的感觉 嗯 就 就我刚刚很好奇 就家喻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工作 我觉得会 就会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有没有就是你的追求者啊 或者怎么回事 嗯 我觉得 像 我觉得就是工作 还是 工作是工作 然后感情方面 我觉得就是不能在 就是不能混为一谈 我能给你安全感 哈哈 哈哈 你想吃吗 你吃哪个 咱 这个吧 吃吃一个吧 吃个希望我有点渴的 我给你 咱俩 我做饭你喜欢 ok吗 ok 你 吃个想到 你吃哪个 咱俩 我吃 这个吧 吃一个吧 吃个希望 我有点渴的 我给你 咱俩 我做饭你喜欢 ok吗 ok 特别希望 就能有一个家的感觉 希望一家人都能团圆在一块 嗯 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些 我其实到最后我还是在犹豫 我觉得这个女生都挺好的 就是 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感 我觉得 呃 以她的能力和她的这些社交的这些圈子 我觉得 总是 给我一种很没有安全感的一种感觉 那你想不想深刻的了解我 哎 我就很荣幸能够成为你第一个 第一个进入你家门的男人 哈哈哈哈 其实刚刚我还是说到刚刚那一点 就是 我有点害怕了 因为你跟我的距离很遥远 你很优秀 就是 我吃点水果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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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受到了她的拒绝 她也比较站在我的角度考虑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要 从朋友慢慢做起 然后互相沟通 互相慢慢了解 明白了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能来 嗯 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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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提神 怎么能让你重生 在你心底的日晚 我觉得啊 就是 没有结果的爱情 就像人生的一段 长途旅行中 来去冲冲的一个中转站 无论你停留多久 你始终还会登上另外一套航班的 所以 前面孟然也说了 有想要冲动 转身的冲动 但最后没有按下那个按钮 或许这样的一股冲动 也就证明你们缘分不够吧 所以 也没必要说要珍惜当下 要各自寻找 属于 彼此的那一个他吧 加油 这个女生呢 其实是当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女生 这一类的女生 她们从经济到人格 全部都是独立的 所以她可以一个人做很多的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 但其实内心是非常孤独和脆弱的 我希望这样的女生 可以有的时候卸下自己的 所谓的坚强和勇敢 让爱沐浴生活的每一寸时光 祝福每一位 谢谢 有请下游女嘉宾 我曾为游戏如痴如醉 我曾为二次元流连忘返 我曾为学业飘扬过海 我曾为梦想昼夜不息 我一直为自己喜欢的一切付出努力 在出国留学之前 我给自己半年的时间 去适应一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去尝试 去冒险 去找到自己想要的 充实每一天 为青春留下完美的足迹 学习没有尽头 认真的人最有魅力 这就是我 元宝 宝贝的吧 元宝狼桥提问 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喜欢的努力吗 对是为了喜欢的人而过来的 别人最常夸理的是 萌萌哒 那你觉得自己是 当然也是萌萌哒 喜欢的人也要萌萌哒吗 嗯更希望他能帅帅的 欢迎自己的一个秘密 沾下眼睛就能变身 自己的缺点 三分钟热度 恭喜元宝顺利过关 掌声欢迎元宝来到我们的完美现场 大家好我是元宝 来自江苏今年二十四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喜欢你得到你 好 可以上花栋来选择 可以上花栋来选择 回首在里在里面 回首都不特别 人类又不发现有你安慰又是今天 你来自江苏哪里啊 嗯江苏扬州 杨州你说你的不心动是谁 我的不心动是 二号 因为他一直在抖腿嘛 他一直在抖腿 你选择一个腿段的人 你说你好意思吗 好意思啊 而且他是因为他抖腿 对啊 不是我在练他说要腹肌要抖 那你抖抖的是健康的腿啊 找理由都找不了 好吧 接下来我们和我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分享感慨互动吐槽 选择举手男生向你提问 呃 十号 你女嘉宾你好 我比较对你那个吐槽的这个关键词比较感兴趣 呃吐槽的话 其实是关于我以前一个闺蜜的 就是他曾经 呃 以为我好的名义 就是做出了一件 我觉得是被判业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我当时是在澳洲嘛 然后他跟我讲说 呃文文我们来开一场坦白局吧 我想听一听你的心里话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敞开的好好聊过了 他问了我很多很敏感的关于择偶啊 还有以后的就业方向想留在哪个国家 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吐槽你的不是吗 不是而是他之所以会想要跟我开这个坦白局 当时有一个男生他在追我 但是我个人的话是不太喜欢那个男生 而他就是收了那个男生的好处 然后来套我的话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对叛友谊 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可爱 说话特别有趣 我以为你是想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吐槽别人的方式 或者是你吐槽别人是怎么吐槽别人的 我以为是这个 要不我这样吧 换这个话题你看能不能接受 就是如果用你的话题 除了二号以外 你有没有想吐槽谁的 觉得谁的穿着 或者我想听一下你说话的方式 为什么是除了二号以外 就是作为兄弟还照顾一下他吧 万一真的还吐槽他怎么办 我怕他今晚接受不了 整场忧郁没法 你接受他的这个话题转换吗 接受啊可以啊 那就吐槽你好了 全场就只有你一直在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好像多动症儿童一样 真的是不知道你在动什么了 然后把衣服敞开 然后再合上 其实还是挺帅的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要吐槽一下余瑞波 他平时坐起来他都是很随便的 然后我感觉他这样 他全场一直这样 我这是尊重舞台啊 那不然呢 我这样做好看嘛 对不对 对 这给我的空间就这么大 你知道吗所以我只能这样做 所以我我感觉他对女嘉宾有点 哈哈哈哈 我感觉他今天不一样 哦 逸臣的吐槽原来是一个爆料 或者说他的一个推测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很有趣 你可以不接他的这个点 对好 继续还有其他男生 1号 我想了解一下那个互动 互动的话其实是一个乌龙啊 当时是学校里来了一个转校生 特别的帅 学习还很好 然后当时就是很多人在讨论他 我就觉得 这个男生我就去告白了 然后没有想到他答应了 然后我就溜了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答应 所以你分享的那个故事 你到底是真心是要 跟那个男生交往呢 还是只是需要 得到他的一个 告白或者决定 是想要真心跟他交往 但是就是当时女生的心态嘛 我当时也是 答应家里人不要谈恋爱 但是又看到这个男生 有点心动的感觉 感觉就像是小说里写的 女生遇到了一个 像王子一样的人 然后就去表白了 想到就是他能够拒绝我 我就可以安心学习 然后谁知道他答应了 想到还是不行 我要听家里人的话 我就跑了 那今天你到这边来 如果告白你心动男生 不会跑掉吧 当然不会 我都这么大了 1号 关键就是互动嘛 然后还有什么互动吗 可以啊 就是可以请男嘉宾上来 来告白一下 你这个互动好滞货啊 现在他问了嘛 所以那就 你愿意吗 可以吧 好呀 来来来来来来 好来继续 还有在选谁 10号 你说你长这么瘦又这么辣 啊你跟弦哥小小脆一样 又脆又辣 你说我能不喜欢你吗 不就跟我在一起收下他吧 好呀 好 哈哈 所以算成功了吗 成功了呀 跟我走 那走吧 你好 你好 这个玫瑰花 非常漂亮 然后跟你也非常相相近 哪里像了 漂亮 哪里漂亮了 就 就 就是 玫瑰花就是漂亮吗 然后这这玫瑰花就送给你啊 谢谢 哦 因为我跟10号是又分手了吗 哈哈 好了 接下来继续 11号 呃 女嘉宾我想问一下那个感慨 感慨 感慨的话就是 跟家庭的压力有关 我的家里 是一个书香门第嘛 所以家教 相对很严 所以对我来说回家反而是一个更让我 紧张受拘束的一个 这么一个状态 就比如我在家的时候我就要 嗯不能敲二郎腿 然后坐着的时候必须要笔直笔直的 那回家的时候好不容易解放了 衣服也不能乱丢 鞋子也不能乱脱 一定要放的整整齐齐 那我就觉得很不放松 如果你觉得就是你带你男朋友回家见家长 就是你觉得你爸妈会跟他聊什么 不要 你觉得我女儿的缺点是什么 毕竟在他们看来我全是缺点 见你爸妈如果这个姿势做 是不是成功率高一点 是 对 不能这样啊 对对对 你要说你要这样的话 让二号现在这样的难度还有点大 他现在只能单一进行 嗯 好了那我们要不今天暂时聊到这里 好 接下来他们要进行选择了 好 男生们请做准备完美告白 为爱来请选择 非常完美由CCTV中国品牌宝入选品牌百一年带餐粉指定播出 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他说你想说的话 嗯先准备一下 好 嗯 嗯 现在请15位男嘉宾先转身 嗯 嗯 现在我准备了15盘水果 然后请各位男嘉宾先尝一尝 都吃了吗 有没有一位被酸道怀疑人生呀 被酸道的话呢 请上来 好吗 二三明天的手 五六 太轻松 只发着我们自担 当月球 是不是很酸 挺酸的 嗯 那没关系我是甜的 哇 哎 你知道吗 之前看节目看到 嗯 其他女嘉宾跟你表达 然后我就很酸 就跟一个柠檬精一样 特别酸 嗯 不过现在呢 我就不酸了 因为我现在在你的面前嘛 然后能看到你 感觉 嗯 超开心的 嗯 就是 我小的时候吃水果是 被我父母强迫去吃的 就是拿着藤条说 你吃不吃 吃不吃 你觉得我像不像酸菜鱼 你哪里像酸菜鱼啊 又酸又菜又多鱼 没有啊 因为前段时间特别有趣 就是 有 有人私信我微博 她说方家喻 我觉得你就是条酸菜鱼 又酸又菜又多鱼 其实我开始第一眼 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比喻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嗯 无论你多优秀 世界上总会有人看你不顺眼 所以针对这些东西 你只要一笑而过就行了呀 我知道他是想嘲讽我的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 这个感觉或者这个形象拿下来 我觉得也蛮适合我自己的 我现在看事情的角度 我会很乐观的去接受一些 就是 呃 就自己主观意识认为 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吧 呃 不像以前那么的去计较这些评论 得失 我觉得没什么 就是现在 我就是很多东西我看的特别特别的乐观 你知道吗 那现在我们尝过酸的了 要不要一起尝一下其他口味 嗯 要不要 可以 拜拜 一起尝一尝 来 我来 里面是有的是 对 哦 哦真的有 我可以呀 我可以呀 我可以啊 我可以 那你在为我吃是吗 我想告诉你就是 我吃辣之后呢会有一点脸红心跳 然后血液循环你有点加速 然后这跟我看到你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让我很紧张 让我脸发热 还有还有就是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口味啊 还有什么口味 你在后面 苦瓜 对 你先吃一口然后我也吃 我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件 我曾经吃过的苦嘛 就是两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 当时是留学嘛 然后自己想体验一下打工 我就去了一个合适的餐厅 就是日式的餐厅打工 在那边所有的客人都是要跪坐的 每次打完工呢 丝袜的膝盖的部分它都是破的 就是都是被我跪破的 然后这是我比较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也知道你在经营着你自己的奶茶店 在台上看着很光鲜 但是私底下肯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 然后对 其实 说实话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吃苦 不光是吃苦瓜 我是真的觉得一点不苦 其实我开店也好 创业也好 我其实是会把我工作很多很多时间去填满的一个人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说有没有不容易 有没有难过 有没有艰辛 都有 但是其实这些苦 对我来说 我真的没有觉得很苦 因为经历了这些 我们才能获得 没经历过这些人 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说 获得自己想要的 然后历练成长 所以就每一次我只要看到自己成长 我只要看到自己比以前不一样 我就会觉得自己这样走这条路是对的 我不觉得他苦 所以我现在陪你一起吃苦了 还有菜吗 还有菜吗 有啊 当然有啊 上菜 上菜 这是一个珍珠奶茶蛋糕 你可以先喝 然后再吃 对 乖 乖 太短 那我们要不要再吃一下这个蛋糕啊 啊 我们从那边吃 直接咬 对啊 这么猛啊 对啊 嗯 今天这酸甜苦辣吃都是被你准备了吗 就像 奶茶配蛋糕 我配你 中介喜欢柏油 但是我喜欢你 那就吐槽你好了 全场就只有你一直在 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好像多动这儿童一样 真的不知道你在动什么辣 其实还是挺帅的 谢谢 你说你长这么瘦 又这么辣 你跟咸哥小小脆一样 又脆又辣 你说我能不喜欢你吗 你就跟我在一起 收下他吧 好呀 所以算成功了吗 成功了呀 跟我走 和他一起吃蛋糕的时候 我脑袋也就想跟喜欢的人一起分享蛋糕 真的是一件处理幸福的事情 他和你嘉宾一起吃下那个蛋糕的时候 我觉得蛋糕挺甜的 你嘉宾也挺甜的 他配蛋糕 嗯 我配你 终界喜欢玻妞 但是我喜欢你 就是你今天能这么远 江苏人对吧 对 然后来到北京 来到这里 给我准备这么多 有趣好玩 分享你的经历 然后听我说这么多 有的没的 然后我觉得你特别用心 然后我今晚真的特别特别开心 我其实是 我 如果你没有说 剩下的就我说了 嗯 你说呀 呃 其实我是一个在做事情和感情上都比较干脆的 我觉得感情里要果断一点 不能脱离带水 就是不能给你很多幻想的空间 最后又把你抹灭掉 嗯 嗯 是 就是 哎 抱歉 我懂了 我知道你懂了 嗯 然后 很感谢 你今天来这里给我准备这么多 真的很开心 然后 呃 很高兴 见到你 我也很开心在这里 见到你 嗯 那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好 那拜拜 拜拜 谢谢元宝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之所以准备一个这样的告白是想要告诉嘉宇 嗯 我愿意陪她尝尝人生中的酸甜苦辣 嗯 其实拒绝女嘉宾这个 我也想了很久 因为当时 确实是有 呃 就有甜蜜 很甜蜜甜蜜的感觉 但我觉得和女嘉宾在台上处得越久 然后大家聊得越多的时候 更像是 认识很久的朋友 是伙伴的那种感觉 一起玩 打闹玩耍的 那个感觉 其实我是很喜欢元宝的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家教慎严 然后出身书香门第的女生 从小就在一个森严的家庭当中长大 其实今天 我相信她是承受着一定压力而来的 这份压力可能源自于她的家庭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她还愿意来 这样优秀的一个女生 其实我觉得是为优秀而来的 方家宇 因为我一直对你印象非常好 就是很帅气 阳光上进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两个优秀的人 可能也是平行线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在你看到这个视频的第一秒开始 请你认真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你见过最特别的女孩子 不苛求完美 不随波逐流 不安于现状 开心就大笑 难过呢 就大哭 有一点性感 有一点贤惠 有一点任性 我是有一点可爱的赵蕊 这一次 你叫我 我就回头 赵蕊 郎乔提问 用一句话形容一下现在的心情 终于到我了 认为自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女生 优秀 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喜欢跟我一样优秀的男生 男生哪些行为会减分 不爱干净吧 哪些行为会加分 就爱干净 恭喜赵蕊顺利过关 欢迎赵蕊来到我们的完美现场 大家晚上好 一姐好 然后我是赵蕊 然后来自北京 今年23 我的爱情宣言是一人一半 感情才不会散 今天带来的是财艺还是互动 互动 是什么 是我要请三位男嘉宾 首先请李孟然 于伟博 一成 大安你这是早就准备好的是吧 没有 就是我就看见 就是第一眼进来一眼看到了他们仨 然后我现在要开始讲故事了 你们好好听 从前有三位探险者 就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分别是你仨 他们走进沙漠探险 为了让自己的体力可以支撑走完整个沙漠 李孟然率先做三个辅我称 一 二 三 然后余伟博也不甘落后 他就毅然决定做五个 那我不得十个了 诶 一成温柔地牵起他们的手 一定要温柔 同时牵俩 你这够有福气的 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突然就看到远处的地上 有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 那儿呢 应该是左边的 然后一成就冲上去捡起来 定睛一看 原来是我们的咸哥小小翠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然后他就一边吃一边哭 大口大口地吃 整把整袋地吃那种 然后把自己吃哭了 太好吃了 咸哥小小脆又小又脆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神仙小吃 他为了表达对咸哥的美味 一成就又不自觉地 一边吃一边做起了 仰卧起坐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 李孟然和于伟博就抢走了 他手里边的小小翠 走出了沙漠 完了就刘亦诚 一个人在沙漠里 回味咸哥的味道 哇石仙小脆 是啊 真开心 拿到了 我都拿到了 对 接 接下来这样好了 因为刚刚就三个人表演 其他人还没有 你再看一看 选择一下今天的心动 不心动 让前滑动选择 微笑三位 在人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人类在独自在 接下来说一下你的不心动 不心动 都李孟然吗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就是 在选心动的时候 你还在这儿嘚瑟 就拿辣条吃吗 是这意思吗 我的意思我给岳伯 你也要来一颗吗 不知道那个 那个那个狗吗 嗯 我给他说一下 没说完那个 但是你在吃辣条啊 对不起 那我只能看啊 然后但是我能闻到味啊 你也要来一颗吗 我这合适吗 你应该说yes 我不 所以你的重点是 他在选择的时候 他不能 他没有专心 不专注 是吧 不专注这件事情 好像一直是女嘉宾 选择不心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 再通过关键词 来了解一下你 没秘密的人 微博名字 五二一 我不信 可以选择 举手男生向你提问 一成 我想了解一下五二一 就是这个是讲的 我跟我之前的一个男朋友的事情 当时我们俩是一国恋 他在多伦多嘛 上学 然后我快要过生日了 他就有跟我说 说那个 你生日我可能回不去了 因为我请不了假 我也非常乖巧懂事的 觉得理解嘛 但其实我内心还是不太开心的 但是我也面上不好意思说 然后我就 就当天过生日的时候 我这一觉睡醒 我以为我的手机炸了 就有那种短信轰炸那种 然后我就一直在谈短信 后来我打开一看 就发现 全是陌生号码 而且就是 哪个城市都有 然后就是说 谁谁谁让我告诉你 他爱你 生日快乐 然后就是 后来一共是当天收到了 521条 然后其实 他让我感动的是 他还就是 蛮细心的 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着 找着521个人 给我发短信 就你男朋友偷偷瞒着你 给了你一个大惊喜 是吗 嗯 但这个其实还好 就是打从那次以后 我就觉得 他是 就是我更像男朋友 因为我们俩是 一国恋 然后就经常打电话 会多一点 然后就有的时候 他就会 打电话 就我说 喂 喂 然后就开始哭 我说怎么了 他就说 哎呀 就开始哭 就哭 哭半个小时 我说 我说差不多了吧 也行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 我就是表达一下 对你的思念 就我就很 很懵 后来 就是头两次 这种事情 我还就是 红红 后来就是 比如他在哭 我就把手机 往那一放 开扩音 我就哭 然后我就 你本来不觉得有趣 他这个讲远 觉得你这个人 真的很有趣 然后他真的就哭了吗 扩音他一直在哭 哭了多久 他会 如果你要不打断他的话 他也没有什么事的话 他可能会一直哭 但他要是有事的话 他可能就会 在有事之前 结束这个哭吧 反正就他很奇怪 他的点跟别人 就不一样 女嘉宾你好 你一般碰到这种 为你做 比较 付出比较多 像 不同程式发521条短信给你 我觉得换 任何人可能都会 被感动到 就是你 我想问的是 你的一般反应会是怎样 虽然我表面看起来 哎呀 就是哎 就是我 就跟朋友说 哎 好烦啊 就手机一直在哭 其实我内心OS 开心 嘚瑟 爽 你们有吗 就这个 但是 但是我也会 就是我也会 就是会 就等他 需要我的时候 我也是会 就是给他做出点什么嘛 呃 可能 有些男生 可能稍微比较敏感一些 可能女生 他为你做了比较感动的事情 他更想得到的是一些语言上 或者 你即刻的反应 比如说 哇 他其实需要的就是这一点 你很感激的那种感觉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我可能表达的不太好 呃 不太合适哈 哈哈 你这性格 懂了懂 他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告诉你 那个时候男人内心 真正的期待或者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事 女女生即使懂了 不同的女生 在懂的这个点之后 反应也是不同的 嗯 是吧 我觉得你可能 估计很难反映出 他们所吸 至少刚才DJ 所期待的那种状态 对 好 继续 呃 女儿妹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 没秘密的人 因为我有的时候 就是 就是心里憋不住话嘛 比如说今天 突然有点什么 开心的事 或者不开心的事 我可能会开两三十小时车 然后去找我朋友 就我俩就喝两杯奶茶 聊个二十分钟 哎 我就屁颠屁颠 再开两三小时车回去 哎 我也是很开心的 那你对男朋友 也是没有秘密的吗 就是我觉得 做一个没有秘密的人 会稍微轻松一点吧 而且说到这个 没秘密的人呢 他自己今天带了个证人 到现场来 嗯 真的吗 对 就在我身后 哈喽 这个女人生啊 哇 长得还挺像我们男嘉宾的感觉的 是吧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璐 我们是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 单身吗 对 单身 他说他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 你怎么证明他是没秘密的 就我们俩聊天了 无话不说 什么都说 而且他跟别的朋友也都这样 就是大咧咧 那你知道 你抱一个你知道的他的秘密 你觉得真的是个秘密可以讲的 他平常没事自己能说一单口相上的 其实你们看他这样 这不算什么秘密吧 就是他比较 他今儿比较紧张嘛 他平常应该不这样 说真的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我们俩认识两年吧差不多 两年 然后无话不谈 那对 然后你也单身 对 但我要说一点 不是我一个人在家能说一段单口 而是咱俩在一起是一双口 行吗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没在一起呢 你知道就是本来也没有什么 坦白说他形象也不差 你看起来也挺OK的 然后都单的 然后又都没有彼此没有秘密 然后就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 他就一天到晚的嫌弃我 我们俩彼此嫌弃吧 对对对 太了解了 就他一直把我当男生 我想问一下 你这样的比较大跌的性格 你是喜欢那种小奶狗类型的男生呢 还是喜欢那种 有一点点占有欲的那种霸道一点的男生呢 因为你只肯定是喜欢这种两个极端的 我要是觉得顺眼嘛 你要是奶的话 那我就眼闷一点 你要是眼闷一点 那我就奶一点 所以你可言可甜 对因为就得看我喜不喜欢你嘛 我要是喜欢你 你怎么着 我都行 好来继续 都下线了是吗 没有没有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除了他就没那样别人 对没有别人举手了 你们你们你们 来来来 来哥哥 哥 呃 怎么了 没事 嗯 我还 我特别想知道 大尬的感觉 我看你找个啥样子呢 你就不怕万一是女 到时候就啪啪打脸 我 就万一呢就 对吧 咱俩在一起 天天卡架 你信不信 看来就是有的时候强强对立 你强他就弱了 我发现啊 孟然刚刚就立刻收了 行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 今天到底谁 能够入你的法眼 好不好 各位 做出你们决定 完美告白 为而来 请做选择 非常完美 有管你爱不爱 就是比你白的春季发光小奶瓶 指定播出 有失落 但我来的时候 有想过这结果 那接下来 接下来就你的时间了 你依然可以保持 你应有的这个风格 当然也可以拿出 你另外的一面 先做准备还是怎么样 先准备一下 我这次来是 因为我其实之前呢 我跟节目组的编导 然后是朋友 然后在 就上次他来录节目的时候 我有来找他玩嘛 然后我在送他回去的时候 就在酒店门口 看到了我的心动男生 李孟然 你就是我的小小宇宙 我找到你 这还真是我 还有鱼卫博 别走 别走 在人们潮汐之中 默默地给走开 何亦成 咱们潮走 咱咱舰走吧 咱咱牵 Hair走 走 咱咱 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 我就没有看清 他脸 但是 但是我知道 他们身高明显 高于你们三位的 一个大哥 但是我不知道他哪位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对 我大哥 我大哥躺地上 也是挺可怜 你们F4 看高于你 你别比了 我看是谁 就是 这个你们甭管是谁了 因为 都是你们的团员 你们叫F4嘛 然后就是 你们也看到 就是我这个场景 告白场景 是因为我问了一下 那个编导嘛 我说我喜欢的那个男生 他大概喜欢什么样的 就是告白场景 然后他告诉我说 高端大气上档次 所以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在你们 就是四位中 谁比高端大气上档次 你是也觉得 自己高端大气上档次是吗 单论这仨词 挺适合我 老师 那我适合你吗 您要脸吗 到底是谁啊 这个 来吧 那我就先让那个 我不太适合高端大气上档次 自动退出的 一成哥哥先回去 其实我的心动男生 是鱼尾波 去吧 来 恭喜 还有没有反转 还有没有 你猜 我看他坐在那儿 我猜赶上来 你有想过就是 会就是这 你们F4中你是C位出道吗 你有想过这事吗 我咋不敢 哎 你别这样 哎 你知道 那您想怎么着啊 你知道就是当时 为什么就是你们F4 我就突然一下就 就是 第一眼就看到你了吗 为什么 哦 就是 因为你当时穿的特别花 你记得吗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比较 就是反正一下子 我就看你了 然后当时我就 我有想说那个 嗯 要不要下去 就是要不要把车 停旁边过去 跟你要个联系方式 或者认识一下 但是我后来一想 就是 人 就是有点多嘛 你们F4个人 然后天也有点黑 我也有点怕 然后我就 怂了点 然后我就走了 但是 就是当我走了以后 就觉得不是后悔 就是吗 就很难过 就在想 哎 刚才怎么就没 就是 撞个胆了 因为当时 就是回去的一路上 我也不知道大概在 在 就是怎么回去的 但是我就知道 我一直在想你 一直在想你 那个花的衣服 和你 可爱俊俏的脸庞 然后 但是我当回去的时候 而且印象比较深的是 我当时车里在放一首情歌 什么歌 然后我想把它就唱给你听吧 好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贼符合你的气质 贼符合 嗯 特甜的一个情歌 我爱你 爱你 就像老鼠爱的你 对不起 我就 别走 我唱错了 哥 对不起 我唱错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首歌 一首情歌 就压根没有办法 表达我对你浓烈的情感 你笑起来真好 看下一个是这个吗 在撞着八戬唱首歌 送给你 好 爱你 不是因为你的帅而已 我越来越爱你 每 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 最爱你的是我 你怎么让我赴汤到火 你说什么都做 就是爱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 就算流泪 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愿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因为这个是我跟那个台下小姐有商量嘛 就为了让你看 就为了给你一个惊喜 我去看几期关于你的那个节目嘛 看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吃咱俩 也有点像 你看你在台上也特贫嘛 然后我其实生活中也还是 也是挺贫的一个人 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 我知道我平时回到家了之后 就可能我贫了一天了 我到家之后 我也很需要一个能逗我开心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你其实平时就老是给别人 带给别人开心 所以我希望能做那个 就给你温暖 让你开心的那个人 从那天开始 其实我一直在想 怎么给你一个告白 也是很用心的一个告白 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 最爱你的是我 你怎么让我赴汤到火 你说什么都错 就是爱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 就算流泪 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然后我就觉得 就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你做了这些 我觉得都不重要 就是喜欢你就够 就是喜欢你就够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 如果我 因为我们都北方人嘛 我们直接一点啊 说实话 你就是你告诉我 就是 在路边看到我 喜欢我 我真的挺感动的 但是我又真的觉得 性格不合适 但这句性格不合适 真的不是敷衍 因为我觉得 可能 未必要把一个 你这么有趣的女孩子 去压制在一个跳鸟笼里 让你去奢侈的 为这个男孩做什么 可能我也不一定会 担当好这个角色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觉得这三个词 对我是 放我身上是真的吗 真的呀 就是你在我心中 是最美 够了 谢谢赵瑞 我还是听说 坤纲 很久我 还是 十个踢身 怎么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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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呀 是个T恤怎么能 你你你妈呀 就觉得他要干嘛呀 就觉得就一头雾水 就不知道他要干嘛 当他被拒绝的时候 我就想的是我要上台 抓住这次机会 跟他表白 你妈呢 朋友哥怎么发生说 然后那个 咱俩认识有快两年了吧 就那天你说 你发朋友圈 你发朋友圈说要来非常 然后那个 我给你点了一赞 你还损我来着 私信还要说 我说你要去干嘛 你说你去相亲 你看上了一个 特别随文的男孩 然后我说就陪你来吧 然后我都把工作都推了 今天呢一直陪你一天 然后呢也跟你照了好多 这是你走台的时候的照片 这是你吃饭的时候的照片 这还是你吃饭的时候的照片 还记着前一阵下雨吗 北京 你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你没有打不着车 我问你在哪 我说特别巧 我就在你附近 然后我不是说 顺座把你送回去吗 其实那天我感冒了点 然后都已经吃了药 睡觉了 然后呢 我看你朋友圈之后 我怕落汤机 你说你怎么那么长时间呢 然后我就假装说 我顺道在你附近 然后赶紧穿上衣服 然后开着车 就过来把你送回家的 还有就是你过生日的时候 想看周杰伦演唱会 但是周总票的确特别难弄 其实那时候我 戳了好多好多朋友 花了五倍的价格 然后买到那个 周杰伦前排的那个 做的那个票 花了五倍 然后 然后我 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 特别好特别好朋友 就是那天 你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 你要来非常完美 我的心就是 该登一下 赵蕊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说真的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我们俩认识 两年吧差不多 两年 然后无话不谈 那对 然后你也单身 对 那你们两个 为什么没在一起呢 没有 你知道就是 本来也没有什么 坦白说 他形象也不差 你就看起来也挺 也挺OK的 然后都单的 然后又都没有 彼此没有秘密 然后就为什么 就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 他就一天到晚的 嫌弃我 我们俩彼此嫌弃吧 敢爱吗 敢爱就跟我走 跟我走吗 前提要把手给我的时候 把你的心也给我 不敢用你的呼吸 因为我看 虽然平常是 一下气 心情感有点大 我就觉得 原来就是 突然对他有 很大的 就是 改观 我觉得原来 他是一个 那么细心的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一下子就是 那个心里边 特别感动 然后心跳得也很快 嗯 好 好 啊 我 虽然平常嘻嘻哈哈的 但是 我今天做的这件事 是唯一一件最认真的事 敢爱吗 敢爱就跟我走 我就脑子里开始不停地回想 我们俩这两年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然后就突然觉得 我身边一直有一个这么好的人 然后给了我很多温暖 但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 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 慢慢喜欢你 来来来来 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不理解是吧 就是说真的就是 你接受她的原因是因为刚刚被 就是什么一个状况 现在突然要接受她 就是觉得 成之她也是嘻嘻哈哈的 但是刚才突然一下很认真 从来没见过那么认真跟我说真的 真的 我觉得那就 信她一次 就试试吧 来来来 我想问一下男生 如果今天我们余伟博跟女生牵手成功了 你还会表白吗 如果真的在一起我也会祝福吧 因为喜欢一个人的话 也许既然他不喜欢我的话 我就会祝福他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我就想上台试试 就男生出来之前本来想了一句话 就是喜欢一个人是一种感觉 然后不喜欢一个人是一种理由 理由很好解释 可是感觉却很 却难以言语 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说 有可能你再也说不出口了 所以很棒 加油吧 彼此 谢谢 某一时候时候的北方女生的性格 就是可能通常情况 有很多女生在这个时候都会想很多 我不能接受她这个时候 但你就会很直接地表达 OK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 我觉得这是你帅真和可爱的一面 至少在此刻 我相信你应该是尊重了自己的内心 那接下来我们要送上我们的祝福 由个人护理品牌ABC送上的汉帮唇棉大礼包 好 恭喜两位 你最爱我没怎么起码 你别忘了 哦哦 你让你再走 不就我 你在台湾跟我说了两个秘密对吧 嗯 就还有什么秘密 有好多的 但最大的秘密就是 最爱的人是我 感谢 Altyazı M.ABC 谢谢大家